我要生我的小孩是 看你结婚去了 对 哈囉 欢迎来到乐部课 我是水风刀 就最近有超多网友问我说 为什么我没有在更新影片这件事情 好像隔了非常久的时间 都没有看到更新 因为 其实除了我在做玩NFT以外 就是 我还有在做一个 我很重要很重要想要做的一个 线上学习平台 我以为你接着我 结婚我就不会在这边 没有啥 开玩笑 开玩笑的 所以为了这个平台我就是 花尽心思 偶甘力行 就是我每天都 睡三个小时 对 睡有问题 睡真的 有一阵子肾很痛 真的很痛 然后我那阵子怕吓到以为我肾结石 我不是网红那个 可是你看后来我没有去医院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时间去 好来来聊正经的 疫情下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冲击吗 我跟妳讲 这很好笑就是 因为我在做这个 我很想要做的这个创业 然后所以我反而没有更新 岳部课 所以它的状况有持平跟下调 我觉得都还算是正常 但是反而因为疫情 就是我线上课程在做自媒体教育这一块 反而是蒸蒸日上的 就是有些学生在这个疫情期间反而是开始注重自媒体的教育 大家都开始觉得 哇原来自媒体这么重要 所以一般的别人 然后你自己的频道 这个就是我最崩溃的地方 对我这件事情我真的是 每个礼拜我都 发现我帮学生改作业的时间都比我写脚本时间还长 然后他马上一个月 一个礼拜业配量接的比我还多 但是我也很开心他们可以做出成绩 学习平台这一块哦 这其实有一段心路历程 那我不知道你们的讲 半年前其实我有开启了这个项目 就是那个时候我其实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那时候我对于 学习线上平台的想象有点太过局限了 因为我以为他的网站是一般的Wordpress 就是可以处理 但是我那时候低估了 然后重点是那个网站我还花很多钱 我的各项资源没有到很齐全 我想的不够清楚 有一些核心的因素没有处理好 这样的loading没有办法承载 股东他可能觉得要烧太多钱了 他决定XXXX 那几个老师就突然XXXX 所以那阵子我真的是 变幻爆 其实是我自己自动喊咖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做下去 我把它中断掉 我那时候喊咖的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对于品质吹毛求疵 所以我那时候真是没有办法接收那个网站 就连我自己看我都觉得 我不要 然后原本我就回归到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这辈子常做的事情 这样讲好像有那个 好像有那个 好像有那个 除了让学生对于学习感兴趣以外 他还可以更深度的去学习 各种他想要去做的技能 就像为什么我会开自媒体教育课程 是因为我会发现不同的职业 像是珠宝设计师啊 室内设计啊 或是做产品的 那他们其实都是在每个领域上面的佼佼者 帮助他们成功 其实也是帮助我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很深度 帮助到一个 真的想要把这个领域学好的人 因为我知道YouTube是启发大家的好奇心 但是能不能再更有深度的去把 比如说某一块领域的内容 找到那一块领域的大师 然后把他的内容转译出来 让学生们可以听得懂 然后有成就感甚至达成他的目标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挑战的事情 其实这边认真说 其实我有观察到新时代下 大家比较需要着重的几个技能 也刚好是我频道上面 很常在跟大家分享的某几块技能 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 品牌社群力 财商 商务力 再来就是思考力 还有学习力 有几个很重要的技能 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获得 或是今天可能有琳琅满目的课程 可是他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 或是有的课真的太浅了 那有的课又很好但又太深 根本大家都听不懂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 真的是给到学习的计划 然后找到这个领域很厉害的老师 透过这个老师 我们知识淬炼这种五六百部影片的转译方式 然后帮助老师把他专业的知识 结合我们的团队 然后把他变成很好吸收的学习内容 然后更深度的系统化的给学生 以前真的有朋友来他说你看起来很可怜 就是觉得好像什么孤独老人 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钻呢 然后他掐很空荡 对 但是就是 最近刚好昨天来嘛 然后他就说 天哪怎么会这么多人整个吓坏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这边就是感觉人就很多 我们整个塞爆了 塞爆了 我们现在从原本我一个人 然后我就陆续找了一些团队伙伴到现在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容易 因为大家要去相信这件事情可以做起来 但我还是加班吗 对 大家对 我觉得我团队很辛苦 因为大家都还是会加班 然后我们就发现事情好像都做不完 我发现在做这个学院最大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发现在做创作者想要 转换成创业家或是经营者的心态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鸿沟 就是我发现其实 我一开始之所以中断的那个期间 就是因为我真的还把我自己当创作者 我没有把我自己开始当经营者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我自己有重新把我的定位调整 因为其实创业跟经营 其实他需要的技能跟创作者技能是截然不同 就有点像做菜嘛 你可以把一个菜做很好吃 比如说跟你可不可以管理一家餐厅 或是你可不可以管理多间餐厅 这是两回事 就我就是这段期间有很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我可能这边要跟布克们讲就是 我这段期间就是 还是会尽力的出影片 就是这边这段期间可能还是 有点小小的抱歉 就是说 我可能真正 整个会把比较多的心力放在学院上面 然后 可是我还是会把我的时间调整 然后继续更新好的内容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原本做学习的核心跟本质 就是启发大家对学习的好感跟好奇心 那 学院只是我希望可以更深度的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去 真的实际去解决他的痛点跟学习的困难 好像谁问我嘛 他就说 欸你要回去咯 他说 我就说对啊 然后突然计算一下 就说我一个半月没有回家欸 我跟我妹超不熟 我跟我弟也超不熟 我跟我家人整个都超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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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现在知道我在干嘛 看你结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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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你在那边乱讲 不是啦 我要生我的小孩是 我要生我的小孩是 乐学院 我希望布格们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 可以一起支持我做乐学院这件事情 然后让更好的老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然后更好的学习内容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好的那我们乐学院之后的一些上线的资讯 都会更新在我们乐学院的FB粉专 还有乐部课也会 然后乐部课的IG也会提到 YT之后可能也会有相关性的资讯 或是布格们你觉得有什么想要开的课 就是你们的痛点 可以马上告诉我们 我们绝对想办法去找找看 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的 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安布格们的问题是 你最近都有在上什么最有趣的课 或是最雷的课吗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今天乐人玩人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 然后希望布格们 也都最近可以过得很一切顺心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乐学院 他如果留我的不是很尴尬 最雷的课 我们就要剪刀了